女孩用保鲜膜在自己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 气温40度的夏天 她又给自己套上羽绒服 就连帽子也是戴了一顶又一顶 做完这一切 她又发动汽车把空调温度调到了最高 三更半夜朝着桑拿房开去 就连在汉征市里 她也是一刻不停的运动 因为她必须在一晚上减掉五斤体重 从而获得国际赛马的资格 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却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变成了现实 正是这股任性 未来将会支撑她打破世界纪录 成为百年来赛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冠军 而回望这位女骑士传奇的一生 可谓困难重重 母亲在她半岁时就意外去世 留下了她和九个兄弟姐妹 最小的哥哥患有唐氏综合征 因此米歇尔这个最小的妹妹 成了哥哥姐姐们欺负的对象 父亲是一家马场的驯马师 为了养活一堆孩子 她已经是分身乏术 因此常常无暇顾及到这个小女儿的感受 看着米歇尔拖着铁锹向外走去 父亲叫住了她 他认为要是妈妈还在世的话 肯定不会让他们欺负自己 爸爸这时才突然意识到 这个小女儿记忆中从未有过妈妈的关怀 于是她只能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来安慰女儿 她向米歇尔提问关于塞马的知识 女儿全都对答如流 看得出女儿对塞马有着由衷的热爱 于是她决定第二天带着米歇尔去骑马 兴奋的米歇尔一晚上睡不着 最后干脆躺进了马厩里 父亲看着女儿 露出了宠溺的笑容 清晨父亲将她带到郊外 她娇小的身躯扶在马背上 迎着出生的昭阳她一路策马奔腾 父亲看出了女儿的天赋 因此只要有哥哥姐姐们的比赛 父亲都会带她来看 可她却发现虽然大姐每次都能拿第一 父亲却还是看好落后的三哥 小米对此很不理解 却从小哥口中得知了原因 但这丝毫不能磨灭她对塞马的激情 不久后墨尔本杯到来 她守在电视机前为赛场上的三哥加油 可本来是第一名的哥哥结束时 却跑成了最后一名 她沮丧地走出学校 不明白一直领先的马怎么会成了垫底 父亲跟她解释 因为三哥选择的冲刺时间不对 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比赛的结果 小小的她此刻还不能理解 直到十年之后 父亲带她来到了马厂 告诉她每一寸草地的干湿程度都不一样 你所要做的就是在比赛之前了解草皮的状况 比赛时尽快跑到干草地上 除此之外还要了解自己站马的状况 马的肺部决定其速度 心脏决定其耐力 只有清楚地知道她的体质 才能选择最适当的时机冲刺 这才是制胜的关键 在父亲的指导下 尼歇尔开始了专业的训练 当她来参加比赛时 却发现这项运动对于女性的骑士无处不在 女骑士没有单独的预持 她被迫和男骑士们挤在一个预筒里 想要换比赛服又发现 只有男骑士的更衣室宽敞明亮 而自己的更衣室是厨房临时改装的 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她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可人生中第一场正式的比赛就给了她一技重拳 她的成绩垫底 父亲说她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刚回到家就要给学校打电话 让米歇尔重新去上学 这深深刺激到了米歇尔 更加坚定了她要闯出一番天地的决心 随后的日子里她参加了越来越多的比赛 每次她都会在心中默念父亲给自己传授的技巧 速度并不是关键 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 然后找准时机冲刺才能一举拿下胜利 就这样她以异常经验的成绩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可这时却传来了噩耗 自己最崇拜的大姐 这个国家守卫女骑士 在比赛中意外坠马身亡了 她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了姐姐的葬礼 经历了丧女之痛后 父亲害怕悲剧再次上演 于是开始阻止小女儿参加比赛 父女俩因此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为了延续大姐的意志 也为了完成心中的梦想 李谢尔一气之下决定离家出走 她忘了一眼后视镜 看到小哥已在门口依依不舍地送别自己 最后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汽车 可随后的日子对她来说并不容易 尽管她已经小有名气 但没有俱乐部愿意接纳一个女骑士 她从白天等到黑夜 看着曾经被自己打败的骑手 享受着重心拱跃的待遇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坐椅待毙必须主动出击 于是借口帮忙遛马 她骑上战马冲进了马场 本想以此来获得教练们的赏识 想不到的是教练看到后讨论的全是她的身材 根本就没人在意她的技术 父亲得知女儿的遭遇后很是心疼 于是悄悄找来朋友去做米歇尔的经纪人 但结果同样不理想 接连给几十个俱乐部打去电话 但当对方听说是个女骑士时 都纷纷表示了拒绝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一家远交的俱乐部刚刚成立 他们正在大量招收骑士 于是米歇尔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此后他辗转全国各地南征北战 在获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后 他终于迎来了参加墨尔本杯的机会 当他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时 父亲依旧是不愿意接听他的电话 可脑瘫的小哥总会一场不落地来观看他的每一场比赛 父亲虽然没有到场 但他依然按照父亲的教导仔细地做着赛前的准备 赛场上他化身成一道黄色的闪电成功突围小组赛 他出色的表现也引起了组委会的关注 对方邀请他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但体重必须要减到100斤 于是他开始了疯狂的减制计划 先用保鲜膜包裹全身 又在身上套上一层又一层的棉服 在桑拿室内一待就是一整晚 期间还要不停运动 终于一晚上过去他成功地瘦掉了5斤 而他的体重也正好达标 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进赛马场 疲惫不堪的他起步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可马上他就调整好状态 他找准时机 加速穿插进入前方的空隙 接下来就是奋力冲刺的时间 他甩开一个又一个对手 一人一马摆出了胜利的姿态 可就在这时意外出现了 赛前疯狂地减重导致他体力不支 他重重地从马上摔了下来 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他在最接近山顶的地方坠下悬崖 电视机前的父亲看到这一幕后 手也止不住地颤抖 家人们得知消息纷纷赶到医院 医生检查过后表示米歇尔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炉内大量出血 目前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让父亲不知所措 他陷入深深的自责 如果当初自己态度再强硬一点不让女儿离家出走 结果肯定就不是这样了 他将妻子和大女儿的遗物放在米歇尔手中 祈祷他能尽快醒来 也许是听到了父亲的感召 也许是为了未完成的梦想 他最终还是醒了过来 可坏消息是他全身都不能动了 勉强起身后也要依靠轮椅才能活动 他无法正常拼出自己的名字 甚至连简单的数字他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了 他的眼里满是绝望 可当父亲问起赛马的知识时 他依然能够对答如流 他庆幸自己没有忘了梦想 可现在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 该怎样去完成他的梦想呢 为了尽快恢复 他坚持每天做复健运动 身体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可当他问医生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再次骑马时 医生却笑了 他的赛马生涯似乎被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可当他看到赛马出现在面前时 就像是一个骑士的本能一样 他跌跌撞撞爬上了马背 这一刻父亲知道女儿就是为赛马而生的 可当他说出自己重返赛场的想法后 却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没想到这次父亲却破天荒地选择了支持他 此后的日子里他参加了3200场比赛 获胜361次 其中7次摔下马来 16处骨折 而脑瘫的小哥也成为了世界顶尖的驯马师 养伤期间他将小哥送到马场后 却一眼就看中了一匹叫鹏城王子的赛马 从教练口中得知 这匹马受伤的次数比米歇尔还多 米歇尔似乎感受到了王子躁动不安的心 他们一人一马踏浪而行 像两个宝金风霜的战士肆意驰骋在沙滩上 他们似乎都是为赛马而生 在小哥的驯服下 王子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并肩作战 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好成绩 最终米歇尔在王子的帮助下获得半决赛第一名 夺得了参加墨尔本杯决赛的资格 可赛后他却遭到了组委会的问责 赛场上有一位骑士摔倒 而责任却全被强加在米歇尔身上 尽管他极力辩解 但还是被竞赛二十场 往往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 因为历史上从没有女骑士参加过决赛 在组委会眼中赛马是力量的比拼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必须让一个男骑士进入决赛 这时米歇尔却气愤地冲了进来 他必须为自己的梦想再争取一次 这番话让在场的股东们哑口无言 教练力排众议第一个赞成让米歇尔参加比赛 商议过后终于答应让米歇尔参加决赛 比赛这天男更衣室内人生鼎沸 女更衣室内只有米歇尔一人孤独地整理着装备 24名选手中仅有米歇尔一名女骑士 此时此刻将有33万人一同见证历史 随着哨声响起 战马们如同子弹一般喷射而出 而米歇尔却落到了最后的位置 股东们立刻变得面色凝重起来 米歇尔此刻却是沉着冷静 父亲的教导在耳边回答 他知道一味地追求速度是不能取胜的 反而是会快速地消耗自己的体力 他需要做的是保存体力 然后比所有人都要耐心 耐心地等待缝隙地出现 这时在快速穿插奋力冲刺 这才是取胜的关键 终于在距离终点还剩400米的时候 他找到了这个机会 好 好 跟着浴泉高水的超多人的 現在的穴又變成熊 我們來到了 biraz多人的 前面孤的 elline 過來 現在的 當中的 來源 取來源 Ginamot 將來 Chartoe Pinam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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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palace 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2015年米歇尔佩恩最终创造了历史 成为了150多年来赛马史上第一名女性冠军 最后把她本人获奖后的发言分享给大家